原标题印度直升机在中国藏南坠毁视频曝光,坠毁原因竟是,本月6日,印度空军一架额制MI-17V原标题,印度直升机在中国藏南坠毁视频曝光,坠毁原因竟是,本月6日,印度空军一架额制MI-17V5直升机在非法占领的藏南地区坠毁,造成7人死亡据最新曝光的一段视频,揭露了印度直升机坠毁的原因。 视频显示,一个空头油罐的降落伞与直升机的尾翼缠在了一起,导致尾翼从机上掉落,直升机随即失控并坠毁具。 印度时报报道,本月6日,一架印度空军的MI-17直升机在阿鲁纳恰尔邦的达望附近坠毁,造成7人死亡印度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,实际上是指中国的藏南地区MI-17是俄罗斯制造军用运输直升机。 当时印度国防部官员表示,已经找到坠机直升机残骸,军方救援人员也已赶赴现场,但事故的原因尚不清楚据。 华盛顿时报报道,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,搭乘这架直升机的人员为印度军方人士,始发时正在向靠近中国边境的印度军事哨所运送补给品。 委员